好,大家好 我们现在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那个叫做 现在式 简单现在式和现在进行式 这两个文法的这个式子 那我们要先 大家来看一下说 因为在我们这个文法的时态呢 我们大概最简单的是 这个由简单进行式 就是现在简单式开始 好,那我们 再来呢,我们会跟各位讲解 就是现在进行式 的一个就是 它是怎么样去使用的 好,那以及我们在 什么样的时期可以去使用它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到底现在进行 这个现在简单式 它大概会有怎么样一个特征 好,那你会发现 现在简单式 它其实是我们 要去描述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呢,它是描述一个 比如说一个事实 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或是一个状态 所谓状态呢 有可能会指的是 比如说我现在处于一个 什么情形 或是什么一个情况 那或是呢 第三个呢,现在简单式 也会用来描述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或真理 什么叫做习惯性的动作 就是比如说我经常做的一件事 它有一个固定规律的 这叫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那什么叫做一个真理呢 那尤其这会表现在一个自然的现象 自然界的现象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家里 拿一颗球 然后把它手放开的话 那这个球就会掉到地上去 那这个叫做 比如说受到地性能力的影响的话 那比如说那球就总是往下掉 或是呢 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 那诸如此类的 这个叫做叙述不变的真理 那什么叫做现在进行事 那现在进行事 顾名思义 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 那什么叫做现在进行的 比如说 当我在跟 我在说这句话 写这句话的时候 那这个动作就同时间正在进行 或是这个动作呢 同时间正在发生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 其实简单现在事 以及现在进行事的第一个呢 它都是来描述动作 这个动作 看那个动词的这个的情形 那第二个呢 我们会发现 那简单现在事和现在进行事 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 现在进行事好像更有一个强调就是 没错 是有某个动作 我做了某个动作 而且这个动作正在发生 它好像还有一个 那个强调的 更为一个强调的一个作用 那其实我们文法上在讲说 都会写说 这是一个表示用来现在的事实状态 习惯动作 其实这个同时 也就是告诉我们 使用现在事的一个时机 那如果我今天要来表示一个单纯的一个事实 一个描述的事实的话 那我就用简单现在事 如果我今天有必要去特别去强调 就是当我在讲话的时候 某件事情正在发生 比如说 我们这个看到一件事情 正在目击一件事情的发生 而我有必要写下来 或是告诉别人这件事情 我目击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用现在进行事 这就是现在进行事实用的时机了 好 那如果这样子没问题的话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所以现在进行事 会有几个 这个用法 我老师现在这个秀几个例句给大家看 第一个叫做现在的事实状态 就是单纯的 我去描述一件事实 一个事情 比如说是这样 我们可以照两 比如说我们有看到这两句话 Her father is a teacher I live in the USA 那第一句话呢 Her father is a teacher 我们就是单纯描述一个 比如说我认识这个女生 那她的父亲是一个老师 那这是一个事实 那第二个呢 I live in the USA 我现在住在美国 或是我当然可以造成 I live in Taiwan 不论我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个单纯的 现在简单式的情形 去描述一个事情的一个状态 那比如说 我同样的也可以去描述 比如说我的年龄 I am 11 years old 我是11岁 比如说for example 是这样子 She studies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她在这一间 这个国中就读 那这边你会发现 简单现代式呢 我们再把它跳回来 这边再看一次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 我们这样就发现一个 现在式的使用的这个时期 对不对 什么叫做事实状态 其实好像更有点像是 当我今天就是要去描述 一个好像跟背景 知识一个背景 背景资料 背景事实有关的 不管是人 事 时间 地点 诸如此类的 我们往往在使用这个 简单现在式的时候 除了我去 我是必须要去描述一个 事实状态 对不对 但是您会发现 这样子的事实状态 更像是一个 好像背景资料的 一个基本的描述 就好像是 要告诉别人 我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让我看到了什么情形 那我把 借由这个 简单现在式的 这个的情形 把一个背景的 一个轮廓 描绘出来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了 来 你来看 那再来有一个叫做 现在的习惯 或反复的动作 那我们想一下 就是什么叫做习惯 习惯往往会跟 就是你固定去做的次数有关 对不对 如果你固定去做 就是比如说我很喜欢打篮球 那我大概 每个礼拜的 大概礼拜六 我大概下午就会去打篮球 所以就我来说 一个礼拜就是打一次篮球 是这样 但是呢 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不去 都固定去做这件事的话 那这件事情 当然就成了一个习惯 那习惯 当然也就是反复的动作 因为一定是做了 如果你只是偶尔做一两次 那这个比较习惯 对不对 那 反复一定是反复做了很多次 这会才会成为一个习惯 那所以在使用这个简单 现在式来描述这个习惯的时候 除了如果大家有看到 刚刚上一页的这个简报 我们的动词就是用的 第一个就是一般动词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注意到 好 我再往上一页再看一下 你看 如果是现在的事实状态的话 如果是人的状态 好 我们会用 比如说请大家来看这个 believe跟studies 就是一般的动词 对不对 那如果一般动词 就是跟人的这个的 组织的这个 跟的组织变化 那如果爱的话 我就用原型动词 那如果是she的话呢 那就因为第三人称单数 那我叫 加s或是去y 改成ies 或者是呢 如果我们要说一个 我比如说 her father is a teacher 他是一个身份 I am 11 years old 他是一个年龄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注意到 逼动词的使用 就是I am you are he is 这样逼动词的使用 所以在 现在简单式的 使用状况的话 可能我们在动词上 特别注意 就是一般的动词 动词的原型 那第三人称单数 要加s 或加es 那以及 b动词的使用 那在这个频率 现在的习惯 或反复动作 的话 除了用 刚刚我们讲的 在动词上 会有这一个 现在简单式 的这个动词 原型动词 b动词 i am you are he is 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要 请大家注意的就是 因为习惯就会跟 你的次数 也就是频率有关 所以还要再加一些 频率上的表达 就是一次 什么叫频率 如果我打篮球 一个礼拜的话 一次 这叫一次 对不对 那如果我的朋友 比如说 John 他一个礼拜打两次 那就叫 比如说 twice a week 那当然有人 更多人打三次 那你像那个 NBA的职业球员的话 大概每两天 甚至每天都要打的 好 那可以用 那就会用到 every这个字 那你看哦 这个是这样子 比如说 I usually go to school by bus usually的意思呢 叫做经常 对不对 那我经常去 就是搭巴士 去学校 那这边有 请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还是 请大家注意到 这个动词的 这个部分 go呢 因为是 I 因为第一人称 所以原型动词 这个没有变 那你要注意就是 频率负质 是加在这一个 一般动词的 这个前面 I usually go to school by bus 那或是呢 He always eats a snack after school Snack的意思 指的是点心 Always的意思 指的是总是 He always eats a snack after school 他总是在 放学后 去吃一些点心 或是呢 My brother goes to the movie every Sunday 我的哥哥呢 因为这边还是 要请大家注意了 因为这边 He跟My brother 都是第三人称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 it goes 都要加s和es 要做一个变化了 那再来呢 goes to movies every Sunday 每个礼拜天都去 那 usually 指的是经常 always 指的是总是 every Sunday 那个每个礼拜天 那 那usually 指的是这个 经常 对不对 比如说 什么叫做经常 就是可能十次 有六 大概有 大概有七次 这个叫做经常 那可能有三次 他可能不是坐学 不是去学校 不是搭工程 可能用其他的交通工具 那如果是always呢 always 只叫做总是 总是就是十次的话 大概十次都是了 因为总是就是 每次都是这样做 这个叫做总是 那第三个呢 every Sunday 那 每个礼拜天 都 都去 那 就是 大概每个礼拜一次 大概是 那就是这样的说法 所以你会发现说 现在的习惯 或反复的动作 等等 还牵涉到 那个 前面要加个 这个频率 什么时候 去 然后 多久 去做一次 这样子一个的 情形 第四个呢 比如说 Tom practiced the piano twice a day Tom呢 一天要练 两次钢琴 因为这个会跟 他的习惯 频率就有关了 那第三个呢 就会跟这个 不变的 生理 或隔夜 for example The sun rises is in the east 太阳呢 都是在这个 东边升起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 因为 因为它不变 所以是什么 它会成为一个 这个 好像是跟 就跟 好像就跟这个一样 它已经是一个 什么既定的事实 已经成为一个 既定的习惯 所以 在文法上呢 其实为什么会用一个 简单现在式 去来用 来代表 不变的真体 或个人 其实会跟 刚刚我们看的 这两点有关 就是第一点 它已经是一个 既定的事实 那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 固定的事情 因为 比如说 在这个 在这个 第一个呢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太阳 总是在 东边升起 对不对 那这个已经是一个 固定 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总是不变的习惯来看 所以会用采取 简单现在式的方式 那其实呢 Damin老师在这边 其实还有想到一个 就是 其实你会发现说 那 你会说 老师那不是 你又说会跟 频率有关 对不对 那 又跟习惯有关 那其实我们还可以有一种 这个想法 就是你看 就是为什么会用简单 现在式 这个 来代替习惯 甚至不变的真理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 习惯的养成是什么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我都 我很喜欢这个 像礼拜六 这个下午去打篮球 没错 我每个礼拜大概打一次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问我 那Damin你到底 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个 养成这个习惯了 那我可能就 没办法回答你了 因为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我就很喜欢固定 礼拜六 下午就去打篮球了 好 所以你会发现说 除了我们知道这个 为什么叫做不变的真理 或格言 还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像第一个 太阳总是从东边升起 因为这件事情 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比如说太阳从东边升起 这个情形 那甚至在我们出生前 这件事情就已经存在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件事情根本是不会再变 就是从我们出生 当下 这件事情就已经存在 所以对我们而言 它是不变的 因为第一个 我其实没有办法去 确切的回溯到 那它在时间上 到底是从什么开始 不知道 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月 太阳从 开始从东边升起 I don't know 但是我只知道 从我有意识以来 太阳就已经是这个情形 所以它对我们来说 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OK 那如果是第二个的话呢 Time is money 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我们在做很多的明言啊 格言等等 往往他就觉得 因为大家到最后 他还代表了一个叫做固定的 或是大家都认同的经验 时间是金钱 那主此类的固定的经验 或是既定观察到的真理 情形 通通称 那一概我们就是用简单现在式 来做这个描述 好吗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 好 那现在就见到现在进行式了 那顾 你看哦 顾名思义 现在进行式就是一个动作 现在正在发生 所以相对于这个刚刚的简单现在式的话 因为我们有说简单现在式跟现在进行式 主要都是描述一个动作 也就是动词的一个这个的情形 所以现在进行式 势必会在动词上 就会做一些表达的变化 好 那我们就来看他会有什么变化 第一个呢 如果他现在 所以他如果他说现在正 现在进行 那当着代表 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或是我在这个要告诉别人这件事情的时候 同时这件事情也正在发生了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是 好像我正在 大家有看过那一个新闻报道的SNG 是有这种概念 就是当这个记者正在讲这件 正在讲一件这个新闻事件的时候 这件新闻事件也正在发生 所以它是一个正在进行 还有持续的动作 那第二个呢 那会有说 Now Look 或Listen Now则是一件事情 现在正在发生 Look 你看啊 你听啊 有什么情况发生了 有什么声响产生 是这样子 但是呢 Now Look Listen 它其实更有一个起到一个强调的一个作用 就是 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请你赶快看 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请你赶快听一听 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看呢 比如说 看 Look The bird is dancing on the grass 看啊 这只鸟正在草上跳舞 哇 那如果有这样子 这个一只鸟会在跳舞的话 那真的是太神奇了 那赶快叫大家看一看 甚至现在赶快开那个手机直播给大家看 那这样更多人可以看到 OK Listen She is singing in the classroom Tina 他正在这个教室中唱歌 那下课在教室中唱歌没关系了 上课在教室中唱歌 那可能就不太行了 OK 那你看呢 还有这个 Who is playing the piano now 现在到底是在 谁正在弹钢琴啊 如果你看一下 现在进行式的一个 动词上的变化的特征就是 它后面就要加ing It's dancing It's singing It's playing 对不对 那再来你会看见说 如果我们去 这个 比较一下 这个刚刚跟这个 现在简单式的一个 一个差别的话 我们有说 这个现在进行式指的是说 那我现在可能在 讲这件事情 或是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动作正在发生 对不对 那你比较一下 我们刚刚所看的 现在简单式的一些的 这个事情 对不对 比如说 Her father is a teacher I live in the US In the US state I am 11 years old 我们看第三句 She studies in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她在国中上课 这边的话 尤其是第三句哦 她说她 study算是叫做读书 对不对 但是我写这句话的时候 我有看到她正在读书吗 应该没有 对不对 我只是单纯描述一个 她有在这个地方上学 念书这件事情 但是并不代表 我看到她现在正在看书 好 那如果看到这个 现在的习惯反复动作的话 I go to I usually go to school bus 可是呢 我 讲这句话 写这句话的时候 我现在正在巴士 搭巴士去学校的途中吗 应该没有嘛 对不对 我只是跟你单纯描述一个 事实 就是经验的状态 然后经验的习惯 我并没有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 那同理的 He always eats a snack after school 我也并没有 真正 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其实当然并没有 正在吃这个点心 好 那同理的 下次一样 下面这个也是一样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那我只是说 描述一个经验的事实 真理 好 那并不代表 我看 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太阳正从东边升起 其实并不是 可是现在进行事的时候 就 就很不一样 因为 代表 你在 看到 在讲 在说这件事情 在写 这个情形的时候 这件事情 也正在发生 所以 它更有一个 同时进行的概念 好 现在进行事 就是一个同时进行的概念 我讲话的时候 事件 正在发生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好 那 所以如果正在发生 的话会有什么 正在发展 或是变化的动作 会变成是这样 正在发展 或是变化的动作 所以 比如说 The students are starting hard these days 在这几天呢 学生们 真的是 非常 努力用功 在念书 He's taking He is taking a trip in New York this year 今年呢 他要到 那个 纽约去旅行 好 那其他的话呢 有这个 未来意味了 好 那我们这个就 比如说 The bus is coming 这个公车即将要来了 I am going home 那我即将要回家了 好 那但是呢 主要的要请各位 要注意是 一般来说 我们最常用现在进行式的 就是英文的动词 其实 就是我们的文法 好 其实都要 都在表达 讲话的时间 跟我描述那件事情 时间的关系 好 什么意思呢 现在简单是 我讲话的时候 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 有这件事情 有这个经验 对不对 那现在简单 现在进行式呢 就是 我讲话的时候 这个时间 跟这个动 跟这个事件 进行的 发生的时间 是同时 也就是重叠的 Right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 进行式的这个去表达 这个 甚至有强调这个意味 那如果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如果 像这个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二三题 好不好 如果是一个 适当的动词变化 适当的动词变化 Talk on the phone Phone指的是这个 那个 电话 She can't help you 那妈妈呢 怎么样 她不能帮你 She usually 所以那这边要请你注意 通常的话 我们就想一下说 如果是一个通常 跟频率有关的话 那后面会是用 现在进行式 还是用 这个简单现在式呢 如果 Look The verse 这边就要做一些 这个动词的变化 对不对 其实这个动词的变化 就会跟 到底这是 在怎样一个 使用的时机有关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 Mother is talking on the phone She can't help you 因为这个 妈妈在 正在讲话 所以她没有办法帮你 那第二个呢 我们有说 如果是通常的 表达频率的 那是用 现在 简单现在式去表达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们要注意 这边所配的一个的 主词是she 所以它第三人称单数的话 那你要记得 后面还要加一个s 那第三个 你看这个Look 我们有说 Now啊 Look Listen 因为有比较强调 就是现在有些事情 正在发生 所以后面的人 要请你 要改为 就是It's coming 好吗 好 那希望今天的讲解 可以让大家 有比较清楚了 那我们下次再继续 这个文法的课程